新一箱内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也有许多优秀的农特产品 而青梅是新一箱相当重要的农特产品之一 农会也会每年办理梅子姐系列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绅士浩大千人柔梅 更有许多民众都会慕名而来体验 而今年受疫情影响 将千人柔梅改为小班制来办理 每年在萃梅在采收的季节 我们都会办大型的萃梅DIY的活动 还有办一些我们梅子的行销活动 但是今年要为了要配合我们的防疫政策 要减少等于是风险 所以我们就是今年的活动 就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 就是我们办小型的梅子手做萃梅的活动 还有手做私塾 用梅子去做私塾的活动 因为毕竟我们的产业还是要生存 还是要维持 但是我们对于防疫的部分 我们会做严谨的来做控管 像今天来到这边要做之前 我们要戴口罩 量额温 再来就要洗手 再来才能够进入我们这个会场 来制作萃梅 那今年因为我们的产量比往年还要好 等于是我们最近几年来成长最好的一年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梅子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健康食品 今年又长得不错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梅子的疫情不要影响到梅子的产力 所以对于买梅子的行销 我们农会还是用小规模对于安全的方式来做推广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就用一页的方式来到农会 差不多20个人 我们就一个唯一一个提示 用小班制的 20个人 我们就把它做萃梅浇水的DIY 给它认识梅子 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把时间拉长 因为梅子五六分熟是做萃梅最好的时候 七八分熟是做Q梅 那更熟的话 它就做梅酒梅醋还有梅酱这方面的用途 县议员肖志全指出 今年因应疫情取消千人柔梅DIY活动 为了不少游客的幸 农会特别改用小班制 也期望透过分流分组的方式 能够让游客玩得尽兴 南投县一年一度的梅子节 往年开幕都在我们心里乡农会 来办理千人 这个萃梅DIY的活动 今年因为整个武汉疫情的关系 我们心里乡农会也从善如流 为了不让所有的旅客及好朋友们 因为上司这个原本可以来做萃梅的机会 所以目前改为预约小班制这样 也是不要少我们所有游客的幸 希望说透过分组分时间 分时段来让我们的游客 也能够享有制作萃梅的乐趣 新乙香农会总干事指出梅子在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成熟期 相对应也会推出不同的产品 尤其今年除了体验揉梅子以外 更推手做梅子料理 让游客多多体验 所以我们整个一直到5月10号 我们会用在不同的梅子成熟期 我们会推出不同的手做梅子的产品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也希望说 像这个梅子的应用能够走入我们的家庭 应用在我们的三餐 所以我们今年把这个活动的项目 把它多元化 就是来到农会这边 游客来可以事先议议 来所做那个梅子的料理 就是健康的蔬食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的话我们会有三 梅餐会有三道的交水 那另外就吃一餐有八道享受 就三道蔬食手做 三道手做八道享受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收费方式 像所做梅子的部分 我们收费是250块 但是250块我们完全可以抵消费 就是抵我们梅子梅工厂 这个卖场产品的完全抵消费 等于是我们所做梅子的这个部分 等于是就免费的 那在蔬食的部分那个 当然我们要收费 但是是500块 但是可能大家来餐饮之后 我想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收费 先员陈兆玉表示 梅子是新义乡相当重要的产物之一 办理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在疫情期间采用小班制的方式来办理 不但能够有所保障 也能够让游客在体验活动中 对于梅子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受到这个武汉疫情的影响 我们今年可能要让我们的乡亲来信房 就是我们梅子梅工厂 每年都能把千人的萃美 现场的DIY 今年就我们就化成为零 用小班制的方式来经营 我相信同样 会得到大家的互相对于 这个疫苗的风液以外 的安全的保障以外 接红枝的大家经纪力的接触 但是同样可以接到 相亲相后的梅子的切割以外 而且我们今年最重要 中梅子的生质品 要安全来做青史的一个料理 融入我们成长的钥匙同源 让我们的这么有碱性 然后化学的食品 那么多的一个时代 可以用最主燃 最丁贵 这个梅子的食品 融合在我们的食料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举 而且要长久来吃 就是变成我们食料当中的一个生华 做一个生华的生华品 我相信这样这是它的顶贵 不是说要折扣也是应情吃着 这样是不好的 很多东西 你就是要有方心有毅力 长期来食用 我相信这样对我们的健康 然后营造整个食安的一个环境 也是都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农会总干事黄志辉指出 来到这边除了体验柔梅子以外 也能够参加手作梅子料理 不但有的吃也有的学 更将技术带回家 因为我们一般外出旅游的话 可能会到山上看一看风景 买一个龙头产品回家 但是你没有带 那个永续可以利用的东西回家 那你来这边参加 这个手作梅子叔叔的活动 那你学到这个自眉餐的技巧之后 那等于是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可以永远的享受 这方面的一个制造餐饮的这样的技术 所以等于是 不只是来山上来呼吸新鲜的空气 来这边旅游 你身边又把技术带回家 我想这个是对于梅子的产业 我想是对长眼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今年我们就是在3月23号开始 我们就接受EA所做梅子的这个活动 还有所做梅子叔叔叔的这个活动 我们就3月23号正式启动 新鲜员成熟会肯定信义香农会的用心 让民众来到信义香梅子梦工厂 不但能够体验DIY活动 也可以购买到最新鲜 品质最好的梅子以及加工品 也希望这样的规划能够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国务市委就是我们前卫开始采修 那在地方的农会 为了要推动这个前卫的行销 以及建议到我们这个观光客 所以我们新鲜员为了来照顾农民的前卫 都会来基本到千人参与的活动 那今年农会这个活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农会特别来改变方式 就有5个至10个一个小班 这样来做基盤 来防止到这个疫情 所以每个活动对疫情都来出销 但是我们新鲜员为 因为要来促试到这个前卫 甘愿说继续来基盤 但是他们这个方式也非常好 所以在这 消费也幸福的邀请我们各位好朋友 可以来参加到我们新鲜员会 参加的游客表示 第一次来到这边体验DIY活动 不但空气好 环境家也非常有趣 且防疫措施也做得相当落实 令人放心 这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来这边做那个梅子DIY 然后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来这里 这里的空气很好 然后也很宽阔 然后可以就是来这边参加活动的话 可以远离那种就是比较拥挤的感觉 感觉还蛮舒服 而且坐这种脆眉还蛮新鲜的 还蛮有趣的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里的活动呢 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轻忽 我们在活动前呢 也会做好那个手部的消毒 用酒精喷 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其实我们在参加活动的人 会觉得很安心 也很开心也安心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 让我印象还蛮深刻 而且让我们觉得体验还蛮好 所以我回去也会跟我的亲朋好友 就是介绍六日或是有空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报名DIY的活动 陈兆玉议员指出 梅子是有季节性的农产品 一年一收 因此特别采用小班子 并遵照中央的指示 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要推电观光 当然人家的牌子有肥 一定要借用大家 来实际上来参观来入园 但是今年因为天佑不切风雲 造成这个武汉的疫情 这么严重 所以说大家也陷入 所谓的两难 要怎样来较补每个人的健康 而且每个人的健康较补后 这样有办法 不去影响就有百人 这样不再去拖给百人 喂给百人 但是幼稚 我们这个牌子 一定是有一个规则性 你如果太满菜 切割就没办法做了 如果更满 又丟到它 又丟到它 到时候 连这个拖牌 都没办法做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 一年这么一回收拾 刚才这个拖牌 实在是非常困难 所以毕竟 人民也是要生化下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 化整为零的方式 用修办制 大家尊敬中心的机会中心的机器 保持距离 但是务必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个人的自主管理一定要做好 在摸到外面的东西 以前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洗手 洗手洗手的步骤 这样来戴口 现在不会有任何人物的负担 就要安安温温 安安心心 来戴口 让我们的生涯也都会贴到帮助 我们的心心 也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关于家来 很阳 出来看看 走走的 看到我们南岛的富山 富水 帮忙我们农民的生涯 我相信这是两营 但是要达到两年前 还是要回到我刚刚强调的 你的个人的卫生的自主管理 然后一定要听从疫情中心的一个指挥 这都是非常重要 除了采梅季以外 农会更有推出手作梅子料理 来去山上煮一餐 并利用在地的素材 让游客体验 也深受游客的喜爱 我们今年2020年的采梅季 新一香农会 我们推出一个手作料理 我们的名字叫做来去山上煮一餐 那你有想象过 你会在御山的山下煮菜吗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那我们利用我们新一香所有的蔬食 主要还是以梅子为主 那再来就是高山蔬菜 那来体验当中有无油烟料理 再来就是如何让你们家里的角落 有梅子怎么拿出来做桌上的佳肴 那梅子本身其实它不需要过度喷条 比如说你家的梅子汁可能买个梅乃滋 把它拌一拌它就是梅乃滋 就是刚刚来这里做脆梅DIY 我以为就是只有体验DIY的部分 然后没想到说还有做手作蔬食料理 然后就是有加入就是在地的梅子 梅子产品啊去提升它的口感跟味道 然后我觉得吃起来很 一个很轻松的感觉 很新鲜 对就是在外面你是吃不到这样子的料理 今年的梅子节受疫情影响 取消以往的活动顺况 改以小班制办理 先议员们相当肯定农会的用心 也期盼在活动的举办过程中 除了要做好防疫工作以外 也能让游客对于梅子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米新闻邱平义专题采访报道